我听见了最细微的声音 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去向哪里 时代的图腾里,那些面孔告诉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处 我看见最原始的文字穿越五千年的星河 向我诉说 文物是凝固的时间 建筑是活着的历史 方圆之间自有浑厚的天地与古今相连 你在惊叹吗 遥阔的山河大地 遥久的文明印记 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天地人和的境界里 梁珠古城,王国的气度始终一脉相长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我们与世界相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双手 是创造 是匠心 五千年前的稻谷 让我们与前人隔空相往 五老的土地上 我们耕耘着最初的愿望 孕育出新生的梦想 五千年前的水地系统 守卫了家国天下 也绵延成了此刻的江南 你在燃烧吗 谁又会知道 那出世的火种燃烧着西季 闪烁出一月冲天的光芒 你在奔跑吗 踏过历史的尘埃 冲向胜利的号角 和玉鸟一起飞吧 刻画的符号 是元国的想象 五千年后的我们 又将以怎样的姿态 在这片天地飞翔 因为留着同样的中华血脉 所以敬仰 所以感动 所以满怀信心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界点 仰望着更古不变的天空 把无数仙辈 递给我们的信仰 文明 力量 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 也许 也许 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能做的 最伟大的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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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80 dub